美食台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老朋友 全菜食品人 火鍋 我今天又在美食台 要教給大家一道四川的迷你小吃 炫脂涼粉 今天我們做涼粉 不光是要教大家調味 還要教大家如何在家裏面來攪涼粉 也就是烤涼粉 首先我們攪涼粉的時候 要選好的外豆粉 好的外豆澱粉和水之間的比例 可以達到1比4左右 今天我們做外豆澱粉不是最好的 它是一個中等品質 我們用的比例也就是1比8 我們用了200克外豆澱粉 然後用了1600克的水來調涼粉 但是在做之前 我們現在要用外豆澱粉的2倍水 把它稀釋了 也就是冷水 用10克水來稀釋200克外豆澱粉 剩下的1200克水 我們要把它燒開 也就是我們調的水澱粉的醬 把它攪進去 下頭我們先把外豆澱粉倒到盆盆裏面 火力貴場不要浪費 全部倒進去 這粉倒下去以後 我們先把它攪勻 讓粉和水充分的溶解 它就是我們喊的水澱粉了 這個就是我們做攪涼粉的關鍵 你要涼粉攪得好不好 第一步你就要把水和粉乾調散 要得了 那麼下面我們就準備一口鍋 和一個爐子來燒水 鍋裡面的水好了 把這個澱粉再給它炒一下 下鍋之前 一定要再次給它攪勻 這不也很關鍵 大家一定要記得 慢慢下去 下鍋之後我們要攪 攪涼粉就這樣拿著順著一個方向攪 攪 攪好的涼粉我們要把它翻出來 翻到我們的一個容器裡面 對了 然後有些輕輕的在它泡一下 自然冷卻 等它放冷 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的攪拌涼粉了 下鍋我們要把它翻出來 翻之前 首先把這個邊邊的圍著一轉 給它跑一下 讓它和你的容器 涼粉和容器分離 這個樣子你等著菜翻出來 才是一個完整的涼粉 才好刮 對了 下鍋用一個排子 給它翻過來 涼粉它就乖乖的下來了 你看 晶瑩剔透 又有韌性 就像小娃娃的屁股一樣 很有貪氣 在刮涼粉之前我們都要加點水 讓它滋潤一下 這樣才刮得動 然後是順時針方向刮機走 然後是順時針方向刮機走 放在碗裡頭 八四百 我們來調味 蒜子兩份 我們一般吃的是酸辣味 首先要加點蒜水在裏頭 醬油來低點 我來兩瓢 花椒面來點 鹽巴 涼粉沒有任何味道 所以一定要給你點鹽 白糖來低點 增加它的底味 再來點油豆絲 你不曉得油豆絲是啥子 那就買瓶老幹 這個就是我們的酥油海椒 先來點茄子 再來兩瓢油 然後 還有這個 油酥花生米來點 涼粉是有韌性的 吃著甜的 花生米來吃著是脆的 反差很大容易記住 再來點蔥花 對了 我們這碗蒜了蒜子兩份 就做好了